踏緊服 這個是衣服 他現在把它變成一個疤中間 出道線 你看你老師勾都輕輕就勾上去 就撇出去 他這個也是出道線 我都會還是給他一點間接 不會那麼明顯 這個點是不是這裡還是要尖 對 他才不會很 這個不舒服 我這個套我要把它變矮 所以我不要寫撇 因為他本來就是眼睛啊 不是流血 跟眾人的重一樣 它不是流血 上面是眼睛 反正老師現在 對古文字的一些自學 有一些 像是 業餘當中呢 還算有一點收穫 所以我會加入我的認知 這不是我們現在 把它一直吐起來 這個點我剛剛說比較大 你剛剛說那筆末段比較重 因為這裡有一筆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撇還是跟他有點打架 雖然他有劈開 我們現在完美的跟他做融合 這裡凸的 這裡凹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剛剛的目標 你們就可以看老師怎麼寫 因為畢竟你們現在接筆 剛開始你們在寫的時候 不是很順 怎麼去接那個筆順 讓他前後筆能夠貫穿 你們要多去感受 老師怎麼接 就把你們現在不熟的 比較硬生生的接筆的感覺 把他進行 把他重新的把他寫熟一點 很飽滿 那頸跟 剛剛說頸跟凡是冰的第一名高 你要寫出這個味道來 剛剛說這個踏的這個點 還有斧的這個點都很重 你要寫出那個重的感覺 這個是細的 繞進來 再一個峭壁 點 斷筆 等於是這三線不共點 不要把它黏在一起 如果你們懂得老實這樣推筆的模式 一筆接一筆 智慧比現在活了很多 要拉長一點 剛剛有說明為什麼要這樣 你們說 橋墩 宮橋 剛剛說的威是比較瘦的 很瘦很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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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瘦 剛討論到的蕾是比這個位還要窄的 所以你那個窄度如果沒有完成這個蕾就不好看 那它也是剛剛提到間接嘛 所以它並不是接在一起 它每一筆都是分開 就是我們以前在學的時候發現了這一點 就是我們以前在學的時候發現了這一點 它筆畫都一筆一筆都分開 好漂亮 所以它不是我們以為那個接的那麼緊的 中間的生呢它取掉了那個撇 因為這裡有一個撇的嘛 它把它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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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像是要逃去哪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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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蕊 威蕊 對 然後再來是凡指 凡是最大的嘛 我們剛剛說 最大的字 它筆畫 尤其是上半部也是比較細的 那寫筆很多 你寫的時候要把這個寫筆 要適當的表現出來 都是間接 尖 到這 再一個 老師你為什麼不看這個 怎麼 這個比較清楚 我沒有空 我都一直寫 其實在寫的時候就已經差不多知道它的預期的效果 所以有點半背 半背半寫 本來就很熟 很細 這招要學起來 這招是它的很經典的寫法 這招是它的很經典的寫法 這招沒有很高 所以我們要寫的時候 也要 把這個特色寫出來 這底下剛好可以串叉弄讓 大約如此 非常緊密 所以我們去看看 你從這間